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如借用父亲的车库和工程器具 捣鼓一些稀奇古怪的小发明 在兴趣的驱使下 布什奈尔在1961年考上犹他州州立大学就读工程专业 三年后他转校去了犹他大学 继续学习工程的同时又修了经济和哲学相关的课程 布什奈尔转校后进入的犹他大学 是当时少数配置了有显示屏计算机的高等学分 并且计算机上还安装了世界上最早的电子游戏之一 太空战争 在学习之余 他也在这款游戏上耗费了不少精力 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了其中蕴含的商业价值 后来一次采访中他说 那时我在一个游乐园中打工 不能看出计算机的娱乐潜力远远高于当时游乐园街机厅里所有的玩意儿 这里布什奈尔所说的街机不是如今我们熟知的电子游戏街机 而是当时流行的机械式投币机 比如保龄球台和弹珠台等 1968年大学毕业后 布什奈尔未能如愿进入迪士尼 而是进入了一家专门开发录像与录音设备的公司安培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名叫泰德·达布尼的工程师 工作之与志趣相投的二人交流彼此的奇思妙小 并展望未来的创业计划 结合大学时沉迷电子游戏的经历 布什奈尔提出了做电子街机的构想 即将显示屏与运行单一游戏程序的电路板 装在一个铁皮盒子里组成机台 放在酒吧、台球馆之类的地方 靠投币启动 至于游戏玩法嘛 那自然是直接复课大学时 他沉迷的太空战争最有稳妥 1970年两人离开安培公司 开始设计被他们命名为电脑空间的街机机台 其中达布尼在信号设计方面做出了很突出的贡献 让游戏能够在价格远低于电脑屏幕的电视屏幕上正常显示 完成游戏设计后 二人找到了一家传统街机制导商合作生产 1971年10月的一个投币式娱乐展会上 他们公布了这个世界上第一台商业电子街机 尽管不少人对这种新事物抱有怀疑 但还是卖出了大约1000台 销售额300万美金左右 不过担任设计师的布什内尔和达布尼只能获得其中5%的报酬 因为对内饰的产业来说 生产阶级和销售能力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这一点也将在后续不断得到验证 当然考虑到游戏玩法也非二人原创 这个报酬也算是公平的 尝到甜头后 二人坚定了独立创业的决心 1972年在布什内尔的家里 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亚达利 这个名字来源于围棋的术语打吃 布什内尔在后来的采访中表示 他这辈子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围棋 围棋中打吃指的是一方落子后 对方的某个子或某些子仅剩一口气 如果置之不理 下一手就会被提子 可以理解为差一手即可成功 而让这家公司迈向成功的那部棋子 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电子游戏爆款 PONG 需要说明的是 PONG的玩法依旧不是由布什内尔原创的 本来布什内尔想要先做一款赛车游戏 但是在1972年5月的一个展览上 布什内尔看到了米罗华公司的家用游戏机奥德赛的原型产品 并对其主打双人乒乓球的玩法很感兴趣 看完展后 他安排了当时雅达利唯一的实习生 艾伦奥尔康复刻了一个截击版 这也成为了雅达利的第一款游戏 PONG的玩法十分简单 两名玩家只需要上下移动一个挡板 接住电脑发出的球即可 学习和理解成本几乎为零 1972年一台PONG的机器被搬进了硅谷的一家酒馆 机器上只写了三句话 投入25美分系统会自动发球 避免失球赢得高分 而在一天内 这个机台就因投币过多而短路 当时酒馆里安装的传统弹珠台 一周大概能赚30美元 而PONG的营收则是它的10倍 受欢迎程度不言而喻 不过尽管玩法本身得到了验证 生产机台对于雅达利这家初创企业来说依旧十分困难 为了扩大生产线 布什内尔雇佣了一批辍学青年和事业电工 在废弃的汉冰厂组建了一条野外装配线 并要求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组装机台 在想方设法扩大生产线后 PONG的商业成绩也不如正轨 截至1974年底卖出了超过8000台 创造了320万美元的利润 一年内雅达利就从两人小作坊 发展为了80人的中型公司 并且同时启动多个新项目 比如1973年发售PONG的升级版 使用两个挡板的DoublePONG 使用方向盘开支的游戏 Grand Track 10等等 这些新项目的玩法其实谈不上太有原创性 因为同时代的传统机械世界机也可以实现类似的玩法 只不过亚达利选择将其进行了电子化 让这些玩法在显示屏上得以呈现 当时硅谷不少对电子设备感兴趣的年轻人选择加入了亚达利 比如苹果的两位创始人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 就在1974年在亚达利打工 1975年乔布斯从印度禅修结束 回到美国后 在亚达利参与了打砖块类游戏鼻祖BREAKOUT的开发 这款游戏的设计初衷是 布什内尔希望能做一个单人就能玩的接球游戏 以便和其他厂商模仿PONG制度的机台做出差异 于是参考当时流行的B球运动 提出了游戏的基本玩法 不过当时亚达利的工程师认为 这款游戏的设计需要使用100多个晶体管来负责运算 为了降低成本 布什内尔对乔布斯说 如果能通过重新设计游戏的计算逻辑减少晶体管使用 每减少使用一个乔布斯就能得到100美元的奖励 乔布斯找到沃兹尼亚克重新设计了电路 给出了一个大幅降低晶体管使用的版本 赚到了5000美金 虽然听起来不少 但考虑到这个游戏在76年推出后 陆续卖出了11000台 为公司产生了不低于1100万美金的销售额 似乎二人拿到的又不太多了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感觉到 由于技术限制 那时的游戏行业更像是玩具行业 大家能发挥的创意很少 技术人员和设计师做的事情更像是优化工艺 厂商间核心比拼的主要是对生产效率和销售渠道的把控 在这些方面 创始人布什内尔有很多鬼点 比如搞一家皮包公司 向渠道商兜售和亚拉利游戏相差无几的机台 并声称是独家销售 再比如通过花言巧语拉来投资人的资金扩大生产 而游戏开发者本身被认为是高度可替代的技术工人 是一个完美的领导 1974年因为管理混乱和设计的机台无法顺利生产的问题 亚拉利甚至陷入过财务危机 一度发不起员工工资 据一些投资者回忆说 亚拉利的员工总是穿着破牛仔裤和烂运动鞋 工作全品心情几乎从不开会 他们雇佣员工的标准也不是能力高低 而是臭味相投 乔布斯在回忆亚拉利的工作环境时说 大麻的气味随着空调吹出的空气四处飘散 有些人的胡须极为浓密 我连他们的脸都没见过 布什内尔本人的生活方式也很奢靡 举办派对、定制西装、购买豪车等一样不辣 可以说这些报复后的硅谷新贵们的生活是相当放纵的 这或许也与当时美国的嬉皮士文化有关 创业伙伴达布尼也因为无法忍受布什内尔的生活方式 和公司过于逐利的发展模式 于是以25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在亚拉利的股份 并选择离开 这位老哥在后来的采访中曾说 我对钱没那么执迷,能吃饱的情况下,钱只是身外之物 除了内部管理的一些问题,亚拉利面临的市场竞争也日益严峻 前面提到的,POM的玩法是布什内尔从米罗花公司那里借鉴而来的 在被对方告上法庭后 亚拉利不得不付出150万美元加开放多项专利的代价进行和解 另外由于门槛不高,在看到亚拉利接机的成功后 入局接机的公司多如牛猫 光POM一款游戏就有数十家模仿者 布什内尔意识到,接机这门生意存在不少问题 比如制造结局机台成本很高,生产周期偏长等 在慎重思考了一番后,它将目光移向了逐渐崛起的集成电路芯片 打起了制造小型家用游戏机的主意 事实上,亚拉利绝非第一个动了做主机念头的公司 受到那个被亚拉利切剑玩法的米罗花公司的奥德赛主机的影响 有20多家企业都在尝试生产家用游戏机 只不过因为早期处理器成本的问题,没有多少成熟产品问世 1975年,MOS Technology发布了售价25美元的6502处理器 一下子将游戏机生产成本降到了可以接受的范围 亚拉利开始加快游戏机设计的步伐 并将自加一些很受欢迎的阶级游戏移植到家用机卡带之上 为了打败竞争对手,亚拉利需要找到一家能够帮助其快速占领市场的投资方 于是1976年,布什内尔找到了麾下有着DC漫画、华纳兄弟、华纳音乐等媒体业务的华纳公司 当时华纳老板年近五旬的史蒂文·罗斯曾在迪士尼里亲眼见过亚拉利接机前排成长龙不断投币的孩子 但从没想过这些游戏居然能运行在一台如此之小的机器里 负责与亚拉利对接的华纳投资部高管曼尼·齐勒德见到原型机时感叹道 老天,这玩意儿能统治世界 在看到亚拉利主机的商业潜力后 华纳决定将上门要投资的亚拉利以远超估值的2800万美金收购 并且追加1.2亿美金的投资,帮助推广和生产亚拉利主机 布什内尔从收购中获利近1500万美元,成为了名震一时的创业明星 在超能力的价值下,1977年6月的CES展上 亚拉利高调宣布了自己的主机产品,并将其定名为亚拉利VCS 也就是亚拉利视频计算机系统 后来他们觉得这个名字不好记,于是将其改为了亚拉利2600 这个名字源于主机的模具型号CX-200 1977年10月,2600主机以199美金的价格正式发售 同款游戏为坦克对战玩法的COMBAT 首发阵容中还包含另外8款亚拉利经典阶级卡带,需要单独购买 2000并非一开始就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单靠几款自家移植作并不足以让这台主机大红大紫 因为产能不足,77年的圣诞节200仅卖出约40万台 1978年生产了80万台,但只卖出55万台 事实上,2000主机真正的第一款杀手机游戏是1980年3月发售 由日本企业泰东授权移植的阶级爆款《太空侵略者》 纵观整个200主机卡带销售排行 前5名有4个都是日本企业授权的阶级移植作 分别是南蒙宫的赤斗人,泰东的太空侵略者,任天堂的大金刚,世家的青蛙过河 唯一的例外陷阱,则是从亚达利离职的团队动势制作的 从根上说,2600是一个高度依赖街机缩水移植作的平台 缺少原生优秀作品的支持,其中原因大致有二 第一是2600的技能实在有限,根据当时负责移植的程序员回忆 为2600开发游戏的难度很高,卡带容量小得可怜 大部分仪式版的画面乃至玩法复杂度比起街机版都差了很多 第二则是布什内尔为代表的第一代老亚达利团队成员的被迫离开 导致第一方开发团队萎缩 2600上市后,布什内尔和华纳间对公司的未来战略发生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布什内尔认为接下来要做的是扩大开发团队规模 多生产游戏以软件销量为主,依靠降低主机售价来扩大用户群 但华纳却认为,亚达利2600的售价已经接近成本,依靠额外人员投入和大规模降价来扩大用户的行为不可取 应该重视游戏的宣传和营销 其实双方的看法都有道理,老亚达利的团队做街机出身 卖街机机台只需要在一些街机订购单上写游戏介绍交给经销商选择就可以了 确实没有太多营销的必要 而华纳则认为,作为面向普通用户的电子产品,应该投入更多在营销层面建立起大众认知 并且华纳对亚达利因管理不善导致1977年主机上市后第一个圣诞节无法保证供货量带来的销售不及预期十分恼火 在1978年初,2600主机的销量陷入停滞后 华纳从传统行业请来了一名高管,雷卡萨尔,来研究是否要彻底放弃游戏机业务 雷卡萨尔在进入亚达利前,在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公司柏林顿工业工作了26年,并一路升任至执行副总裁 尽管对游戏本身不感兴趣,也看不惯布什奈尔等人的散漫做派,他依旧认为亚达利2600是个优秀的电子产品 只是宣传的方式不对,于是他在1978年第四季度发起了一场耗资500万美金规模前所未有的电视营销站 并在接下来一年内卖出了100万台亚达利2600,止住了推驶 而布什奈尔则因为和卡萨尔完全不合拍,在1979年初被华纳董事会请下了公司CEO的位置 虽然华纳依然表示他可以继续作为公司董事和创意顾问留下,但布什奈尔执意选择离开 于是,雷卡萨尔顺理成章地全权接管了亚达利,并对亚达利的所有新游戏进行更大规模的宣传 并依靠多款接近一致作,将2600主机的销量在80年代初拉升到了1000万台 亚达利的收入也从1977年的7500万美元飙升至1982年的22亿美元 在1982年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亚达利只用了三个季度就为华纳贡献了1%的总营收和1%的营业利润 华纳董事长史蒂文·罗斯也公开称赞卡萨尔,认为他的才华、精力和奉献精神是亚达利实现惊人增长的核心因素 但事实上,亚达利主机的成功是建立在老亚达利团队打下的硬电和软电基础、卡萨尔的策略、日本阶级开发商的优秀创意这三者之上的 但由于卡萨尔和老亚达利团队完全不对付,直接导致其对于游戏开发者本身的价值缺乏尊重 于是布什奈尔离开后,他禁止员工按照以前的模式按照自己的创意开发游戏 而是在营销部门的要求下,开发市场上可能需要的产品 比如热门阶级的烈化一致版,对游戏本身兴趣不大的市场类人才成为公司高管 而一些老亚达利团队的优秀工程师被排挤离开了公司 有一次,亚达利的四名程序员对薪酬不满,他们认为自己设计出的游戏给公司赚了数百万美元 但公司却没给一分钱奖金,结果雷卡萨尔却说 你们对游戏的重要性和在装配线上干活的工人差不多 四人一怒之下选择离职,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洞诗,并开始自行制作亚达利卡带 其中最成功的陷阱也取得了400万套的可观销量 眼红了洞诗成绩的亚达利将其告上法庭,不过最终双方和解 洞诗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家第三方开发商 看到了洞诗长造田斗一大批想要靠260主机捞一笔的厂商开始涌现 洞诗创始人之一大卫·克拉尼在采访中回忆到 1982年的两次CES展期间,2600的三方开发者从三家暴增到了30多家 这些试图进入这一市场的企业并不知道在亚达利上开发一款有趣的游戏有多么困难 他们没有专业的游戏设计师,而是从其他领域挖来的程序员 而他们那些糟糕的游戏,每一个都生产了一两百万份的卡带 第一创三方开发商的涌入让市场迅速过热 1982年6月,市场上的2600主机游戏只有100款 但到12月,这个数字就已经增长到了400多 亚达利公司自己生产的卡带占据市场份额从1981年的75%降到1982年的40% 在形形色色的信用包装之下,只有很少的游戏是真正好玩的 据个极端一点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案例 一款名为单身派对的作品,以成人色情为卖点 结果游戏内容却只是换了个皮的横板打砖块 不知道当时为这款游戏解囊的玩家是何心情 亚达利自身虽然对于1982年严重过剩的卡带供给有所察觉 但他们认为,2600主机的市场规模还远远没有到上限 只要能持续推销主机,卡带总还是能被消化掉的 1982年中期,亚达利发售了根据斯皮尔伯格的名作《夺宝西兵》改编的游戏 这款以解密为主的游戏缺乏提示,玩法难言新鲜 但得益于电影的超高热度依旧卖出了近50万份 这让亚达利尝到了点头 于是华南老板史蒂文·罗斯赤巨资,买下了另一部斯皮尔伯格新作 一提外星人的游戏改编权 这个合作在1982年7月确定 同样由《夺宝西兵》的设计师霍华德·斯沃特沃肖负责设计 为了有时间生产圣诞节促销季所需的卡带 亚达利只给了沃肖5周的开发时间 而此前他开发《夺宝西兵》时用了6个月 如此紧张的开发计划甚至让斯皮尔伯格都感到担忧 他劝说沃肖干脆把游戏做成换皮吃豆人 指不定还能来得及 但沃肖并没有接受提议 而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一款举世瞩目的大作 为了完成议题,沃肖开始没日没夜的工作 据他所说,那是他一生中做过最辛苦的活 我一开始在办公室工作 但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样有问题 因为我需要偶尔回家睡觉和吃饭 于是我在家里安装了一套开发系统 这样除了开车之外 我可以保证自己不会停下编程两分钟以上 然而即便如此,5周的时间也还是太短 他想在游戏中做出6个区域供玩家操控ET探索 但由于时间紧张,这6个区域都非常粗糙 几乎没有可以探索内容 他想做出ET漂浮的感觉 但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只是一个像素块 在屏幕上笨拙的移动 还时不时掉入坑洞之中 按理说,这样一款投入巨大的产品 理应有用户测试的过程 但由于时间紧张 不得不直接进入卡带制作阶段 事实上公司高管们也心存了一次侥幸 因为82年发布的赤斗人移植版质量和阶级版差距很大 玩家抱怨不断 但是依旧成为了创目纪录的长销作 或许他们认为,就算口碑不够好 至少游戏总还是卖得出去的 1982年圣诞节,游戏如期发售 在亚伦利的疯狂宣传和电影优秀口碑的加持下 游戏首周就卖出了150万分 并在一个月之内卖出了260万分 在当时绝对算得上销售奇迹 然而反转也很快到了 期盼已久的玩家在拿到游戏后 对游戏无聊的玩法,粗糙的画面和刺耳的音效十分失望 游戏内容与电影关联稀薄,伤透了粉丝的心 口碑反噬后 游戏在供应商侧出现了严重的滞销 价格从首发38美元降低到了8美元 供应商退货加上库存积压 它让亚拉利不得已将几十万卡带 偷偷埋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 根据多年后的考古发掘 虽然被掩埋的卡带中只有部分是ET 但ET依旧成为了亚拉利由胜转衰的转折点 被玩家们钉在了耻辱株上 1983年崩溃正式开始 首先是来自消费者和媒体的质疑 让亚拉利的游戏和主机销量骤降 游戏商也开始集中退货 83年全年,因滞销和退货 亚拉利亏损了5.36亿美元 母公司华纳的股价也从60美元暴跌到20美元 小型三方企业的状况更加糟糕 他们没有亚拉利的根基深厚 不少公司都是借钱做的卡带 渠道商一旦要求退货 资金链就立刻断裂原地破产 夹带用户和产商间的渠道商也很惨 为了卖出积压的卡带 单游戏的价格从40美金不断打折 到了十几美金乃至几美金 这里要澄清一个误解 虽然玩家因为ET事件对亚拉利的游戏质量产生了普遍质疑 但并非就不玩260主机也不买游戏了 只是因为市面上已有的卡带实在太多压货严重 远超玩家的消化能力 因此区道商在卖完前不会找开发商进货 所以所谓的主机市场萎缩了97% 指的是开发商测的出货金额下降 并不是说玩家就不花钱买游戏了 不过产商因为卖不出去卡带 资金链紧张只能裁员自保 自然就没动力再做新游戏了 没钱做新游戏 市场销量不足收入减少 没钱做新游戏的恶性循环就此形成 说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亚达利高管在1982年持有的观点 家用游戏机市场还远远没有到底 只能卖主机就能消耗过剩卡带的判断错在哪里 比起后来任天堂FC在北美的销量 2600主机的销量那确实是没到底 这里就要谈到另一个不常被提及 但异常关键的因素个人电脑的崛起 在那几年间电子行业的突飞猛进让芯片 内存等成本骤降以IBM苹果卡带为代表的企业 在80年代将以往只有高效才能用得起的计算机 巨幅压缩的成本变成了普通家庭也能承受的电子产品 PC领域的价格战打的比主机行业还要惨烈 那82年初上市的一代经典卡带64来说吧 它刚上市时的价格是595美金 仅仅一年半后为了打败竞争对手 它的官方价格狂降到了300美金 甚至有的经销商以200美金的超低折扣价在促销 而卡带64不仅有键盘能用来办公编程 同时还有更好的色彩显示 优秀的升卡和大于2600几百倍的内存 让它的娱乐潜能完全碾压了2600 这里我给大家对比一下83年卡带64上的吃豆人 和亚拉利主机82年版本的吃豆人 大家就能看出有多大差距了 更不必提卡带64还使用可读写的软盘作为分发戒指 让各类需要存档的RPG和AVG游戏得以大方一彩 比起亚拉利无法存档的只读卡带 那要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各家PC厂商甚至直接表示 谁会花200多美金买一个只能玩游戏的机器 亚拉利其实也涉足过PC的开发 但比起他们在游戏领域的积累 在PC领域亚拉利完全没有竞争优势 产品参数和性价比都很一般 说来有些可笑的是 在大崩溃前 亚拉利在1982年曾推出了新一代的游戏主机 亚拉利5200 这个主机其实就是给自家PC产品魔改后的产物 控制器诡异不说 更要命的是 这台新主机居然没有对亚拉利200的游戏做兼容 而且公司也没有投入太多资源在这台新主机之上 导致5200游戏阵容不足 在后来性能优异的PC价格下来后 亚拉利就无法通过5200上的游戏来抗衡PC了 稍微总结一下吧 1983年的亚拉利崩溃是由数个原因叠加起来的 首先是82年底 亚拉利官方主打产品ET口碑BOSS引发信任危机 减少了玩家的购买需求 其次是第一方和第三方企业在82年向渠道商 倾销了远超玩家消化能力的卡带 导致83年新推出的游戏 无论好坏都难有销路 难以扭转口碑 再次是PC价格战来袭 让当时市面上所有游戏主机彻底丧失性价比 最后则是对新主机5200不像价兼容的设计和雷弱的阵容 彻底断送亚拉利的翻盘希望 这些因素里 ET的质量不佳 它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因为被强调的色数最多 在玩家们心中仿佛 它才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当然除了PC价格是完全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 其他都与亚拉利高层过于激进的市场策略 和对游戏设计本身的轻视密不可分 1983年年中面对退货导致的巨额亏损 亚拉利CEO雷卡萨尔被迫辞职 接任的詹姆斯摩根虽然通过裁员压缩分公司数量等手段 降低公司支出 但依旧无力回天 进入1984年 华纳舰翻盘无望 选择将亚拉利拆分出售 其中重头的主机部门被卖给了杰克特拉米尔 这位老哥就是一手操盘了卡末德64电脑价格站的卡末德前任掌门人 亚拉利的通讯业务则被三菱收购 尚有一定盈利能力的阶级部门则更名为亚拉利Games 转型成为了为其他平台开发和移植游戏的第三方开发商 后来股权曾多次转手 公司的创始人布什内尔也曾试图在1996年回收这一品牌 但是竟比较失败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交易 目前亚拉利Games的商标和一些游戏版权又回到了华纳集团手中 但是新产品较少 以老游戏一致为主 说完了亚拉利的结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亚拉利倒下后 任天堂是如何让北美市场重拾信心的 毕竟任天堂卖的也是游戏机和卡带 难道只凭借游戏的游戏阵容就能解决渠道商和玩家们的普遍疑虑吗 事实上为了重新唤醒低迷的北美市场 任天堂也确实花了很长的时间 本来在1983年FC在日本发售后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与亚拉利进行代理合作 借亚拉利成熟的销售网在北美进行发售FC 但等到1983年9月正式签约时 任天堂才发现原来身陷危机的亚拉利已经没钱代理FC了 从始至终谈判只是为了拖住任天堂这个潜在的竞争对手 于是社长山内谱一怒之下决定独自发行FC的海外版 为了不让经历了亚拉利崩溃的美国游戏商犯PTSD 任天堂也是煞费苦心 他们首先在1984年将基于FC技术的阶级平台任天堂VS系统 推向当时受大崩溃冲击相对较小的阶级市场 也就是让大家通过VS阶级来接触那些FC上发售的游戏 并且记录哪些游戏更受北美玩家欢迎 VS系统在北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85年底FC上市时VS系统已经是美国最流行的阶级 卖出了10万台 这还不够 为了打消渠道上的疑虑任天堂重新设计了FC的外观 包括将卡带插槽从上方改到了前方 让它看起来不那么像游戏机而是录像机 在名字方面任天堂美版FC命名为了任天堂娱乐系统 强调娱乐系统而非游戏主机换来更多信任 并且任天堂对第三方开发商采取了苛刻的限制措施 游戏卡带只能由任天堂制造 而且制作公司需要提前全款给任天堂 订单下多了 卖不出去也不能找老任要求退货 这样相当于官方卡死了卡带产量 防止出现亚大利卡带的倾销情况 而第三方开发者由于负担了巨大的成本 会对游戏本身的品质有更高要求 提升了NES让游戏的质量赢得了用户的好感 当然这种模式在多年后又限制了任天堂的发展 这就是后话了 梳理完历史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在详细了解这段历史后的一些感悟 第一个感悟是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光和阴暗面 布什奈尔作为亚大利的创始人 对于电子游戏的发展趋势十分敏感 也招募了不少十分有才华的设计师 但是亚大利的成名作靠的却是剽窃他人的创意 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泛滥的游戏换品 华纳董事长史蒂文罗斯虽然有慧眼石珠收购亚大利这样的神来之笔 但也有划高价买ET 并强令下面改变的重大决策失误 将动视几位创始人从亚大利赶走的恶人雷卡扎尔 虽然被描述为不懂游戏的混蛋 但如果没有他主导的市场策略 亚大利主席的时代恐怕根本不会到来 亚大利成为一代霸主 他们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但也都为最后的崩塌埋下了隐患 他们都是会犯错的聪明人 亚大利大温溃这种级别的行业衰退 在如今这个时代是很难发生的 大温溃本质是游戏卡带的严重供需失调 厂商对玩家的消费情况和意愿不了解 而如今这个信息时代 玩家群体规模、行为数据、付费潜力都是相对透明的 并且免费这游戏比买断制要轻资产的多 很难发生特别夸张的供需失调 而且当年亚大利大温溃摧毁的主要是主机市场 同期PC游戏市场是得到了大发展的 如果是某一个细分门类的崩盘,那还是挺常见的 比如过去十几年间,国内夜游市场从爆发到崩盘的过程 或许可以视为一个微型大崩溃 但是很难蔓延到整个游戏的行业崩盘 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可这种观点呢? 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相信无论对于我还是屏幕外的大部分观众而言 亚大利主机都是相当遥远的事情 仅仅从一些视频中听说过这个公司的名字 亚大利大崩溃也不过是个很模糊的概念 我也是在阅读资料反复印证的过程中 才逐渐形成了对于那个年代游戏产业的认知 并发现了许多以往自己忽视的细节 希望这期近半个小时的详解视频 能够帮助大家更加详细的了解大崩溃的来龙巨脉 澄清一些广为流传,但有些以偏概全的说法 希望这样深度考据的内容能让大家喜欢 好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请大家点赞支持 如果你对中国游戏和游戏行业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